她因人肉叉烧包爆红,31岁娶老婆婚后至同居三天却分居25年到处泡妞,如今俩儿子竟长相长残。 她因人肉叉烧包爆红,31岁娶老婆婚后至同居三天却分居25年到处泡妞,如今俩儿子竟长相长残。 关!黄秋生是大家很熟悉的演员,香港TVB的那些老戏骨都演技很好,早些年和王晶合作了多部电影。 黄秋生1961年9月2日出生于香港,实力派演员,中英混血儿,歌手。 1986年加入无线电视台。 1994年评级影片《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和1998年影片《野兽刑警》两次融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 20icians 但是黄秋生这个人还是争议很大的,一度传出被封杀的故事。 20 떨ön 最後黃秋生的妻子站出来回复,才了解这是子虚乌有的。 property 黄秋生最奇葩的,应该就是他的婚姻了。 荧幕上是霸气十足的大哥大 但情生活经常会被媒体报道黄秋生的情史混乱 他很少提及他的家庭 黄秋生和妻子结婚25年 但是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恩爱 1992年黄秋生与妻子吴慧珍结婚 吴慧珍是他的初恋 两人纷纷和和多年之后结婚 黄秋生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自己认为爱情是自由的 不该是被结婚证删住的模样 并且表示和妻子分居两地 近同居三天 生活中会偶尔联系 平时各自生活 分居后的黄秋生多次被抱背住老婆泡妞 25年来他飞门不断 虽然多次传出婚变 但是每次还都能被老婆原谅 不得不说黄秋生红老婆的本事实在是令人敬佩 但婚后第三天即开始无限期分居 令人震惊的是 他们这样也能共遇两个儿子 前段时间 黄秋生的两个儿子罕见露面 一家四口坐在一席 并没有太多的交流 两个儿子也长得牛高马大 颜值一般 大家一直对黄秋生的两个儿子的来源充满了好奇 特别想知道儿子们的母亲到底是谁 黄秋生的确实与众不同 人家结婚的目的是为了两人在一起 而他结婚却是分居 而在网络上 有关黄秋生的各种绯闻是铺天盖地 数真数假是让人看不透 黄秋生 Antony Wong Shao Sen 1961年9月2日 原名安东尼威廉帕里 Antony William Perry 香港演员 戏录宽广 演出超过200部电影 两次夺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 还夺得最佳男配角 以及台湾电影金马奖男配角 2015年于TVB万千星辉颁奖典礼中 夺得最佳男主角 是首位吉影帝 师弟 具帝于一身的香港演员 2013年和演艺学院同门师妹 珍佑辈及张佩华成立神戏剧场 并和珍氏担任联合艺术总监 同年10月 黄秋生首次参选香港艺术发展局戏剧组委员 并成功当选 2 黄秋生是中英混血儿 父亲是英国人弗雷德里克威廉帕尼 Frederick William Perry 当年是港府的高官 母亲黄尊怡是华人 黄秋生的英文名是Antony William Perry 4岁时 黄秋生与其母亲遭父亲抛弃 黄秋生自幼与母亲相依为命 所以黄秋生的青少年时期及成名之前 生活非常贫苦 在学时入读责任中心学校 从事过多种职业 曾任职办公室助理 汽车修理厂学徒 装修工人等 直至1982年入读香港亚洲电视演员训练班而出道 黄秋生已婚 妻子吴慧珍最初是其十几岁时相识的年少恋人 纷纷和和多年之后结婚 欲有两字 黄秋生始于八十年代末 转战电影圈 初时黄秋生有节拍一些艳情三级片 例如《聊斋艳谈续姻物通神》 当中黄秋生曾全裸拍摄《情欲》坐在镜头 在这段期间黄秋生因为假装现患病而致死事业 一度停滞 曾前往英国治疗 却淫在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里饰演一个变态连环杀手 以行神兼备的演绎令人设服 他一评级该片中出神入化的魔鬼演技 意外地取得了第十三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 当年该片因为有很多血腥暴力场面而被定为三级片 黄秋生更在片中有强奸镜头 这次获奖令黄秋生成为首位平三级片而当影帝的影星 亦领定了他日后在电影圈的性格演员地位 而在1998年黄秋生更于野手刑警的表演中达至忘我境界 再次获该奖项封地 其精湛演技无庸置疑 黄秋生自从影以来先后获得共六个香港电影影帝奖 其中两个影帝奖是香港电影金像奖 不过黄秋生却每次都是饰演一些变态老和反派角色 使黄秋生在观众眼中有个不大好的印象 像1994年迪士判官他饰演一个专门杀害迪士司机的杀人犯 1996年他在伊波拉病毒一片里 则重复了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的变态杀手角色 尽管在古霍仔饰演的江湖大老鼠正派人物 也是带有神经质 而他多次以惊人的言论作出批评 更使外界以为黄秋生是一个疯狂的神经质人物 最经典的是于1993年获得了金像影帝后 黄秋生到初做影帝会衰足三年之雨 黄秋生又形容他所遇到过的香港娱乐新闻记者 八成都市文盲 1997年英国王菲戴安娜因狗仔队追踪撞车身亡 黄秋生就乘机对狗仔队大家鞭挎 还扬言要退隐到英国定居 2000年香港电影金像将黄秋生以自嘲形式讽刺大会评审者责 我今年2000年的表现是最好的 但未能获奖 这使我怀疑自己过去获得的奖项是否实至名归 随着90年代末港产片持续不景气 黄秋生改而在中国大陆和台湾街拍多部片集 使他逐渐摆脱了过去变态老的影子 2003年黄秋生在无间道一片里饰演性格正直的景观 而大阔好评 赢得了金像奖和金马奖的最佳男配角奖 黄秋生也凭无间道成功转型 其后演出的电影和电视剧形象也非常正面 而2006年的《头龙自低中》 屏住饰演藤原拓海的父亲藤原文太 再次双双赢得金像奖和金马奖的最佳男配角奖 其后一些作品黄秋生也是饰演正派人物 如电视剧《功夫足球》 他饰演一个落魄足球教练 八大豪侠他饰演一个大侠 而电影《老鼠爱上猫》比他更饰演可爱游戏感的包公 据2012年最佳男主角的《清谈》中 自从评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夺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后 再没有导演或监制找他拍戏 即是话 同年上话的电影是拍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前的仓底或 或拍摄同档期间拍的电影上映或只能拍类似反形象的角色 直至接拍迪士判官后的片酬仍然未如理想 2013年 黄秋生加入英皇娱乐 电影相关工作交由英皇安排 黄秋生本人则主力发展舞台剧 2013年10月 黄秋生首次参选香港艺术发展局戏剧组委员 并以936票击败连续两届自动当选戏剧组委员的代表古天农 成功当选 2014年2月 黄秋生评议问 终极一战第四次被提名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 2016年 黄秋生与有线电视节目《五姑娘》真实时钟宣布失言 是其演艺生涯里参演的最后一部经历片